米卡看世界 水的旅行 米卡 菲莉 准备吃水果了 快去洗手吧 好的 妈妈 菲莉 我们去洗手吧 米卡 你快洗手呀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水龙头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要流到哪里去了呢 我也不知道 要不 我们去问问佳佳琳吧 是谁在叫我 佳佳琳 你来得正好 你知道这些水都流到哪里去了吗 这个简单 我带你们跟着水一起去旅行 怎么样啊 好 变身 出发 我们进入了下水管道 这里的水真脏啊 是的 下水道里面都是污水 污水要在污水处理场里经过处理 变成干净些的水 果然干净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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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随着小河来到了大海 大海里面的水可真多 水可不是仅仅在大海里的 来 戴上这种特质的眼镜看看吧 哇 我看见有很多非常小的水滴从海里升了起来 一直向上飞 嗯 我们也飞起来去看看吧 因为气温升高 因为气温升高 海里的水会变成水蒸气 从海面上升到天空中 这种变化叫做蒸发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水蒸气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们要戴上我的特质眼镜 啊啾 佳佳琳 这里好冷啊 我们飞得越来越高了 遇到了上面的冷空气 哦 看 水蒸气又变成水滴了 是啊 天空中的水蒸气又变回了水 然后组成了云 在云里水滴越聚越多 越变越大 啊 下雨了 是啊 我们也随着雨水落下去吧 太有趣了 原来水遇到热会变成水蒸气啊 水蒸气遇到冷又会变成水 米卡 那你知道水遇到冷会变成什么吗 嗯 我知道会变成冰 冰遇到热呢 又变成了水 对了 咦 我们这是去哪里啊 嗯 这里是自来水厂 经过氮化 过滤 净化 海水变成了自来水 就会从这里送到人们的家里 啊 米卡 莉莉 你们怎么还没洗完手啊 快来吃水果咯 好的 妈妈 啊和哄 哈哈31 嗯哦 明大厅 我的编写 Kristin 莉莉可